大家好 這一些休閒不要上班 那今天我們繼續玩Hunger Highly系列 今天一樣找的是蝸牛啦 吃Snails 我這次記得了 他叫蝸牛 謝謝 好啊 這次太白癡了 好啦不管我們就開始找吧 我稍微清理了一下自己的電腦 應該這次不會這麼的 像以往 這麼卡 一樣是有一點抽象抽象風格的感覺 一樣可以關燈 等一下找不到說再來關燈看看 哎呦 場景路跟 大象 這一次因為我蠻喜歡的 蝸牛 喔 喔 喔 欸 這是好特別喔 就是 黑白的剛好 50個點完之後 它就變彩色了 所以 這次好特別喔 因為我剛剛那一面黑白的我都點完了之後 它就變彩色了 欸 這樣好帥喔 我只能說這樣非常的有創意耶 其實 這是一樣的圖 但是它多了色彩 它就變成你要再找一次 而且是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是用花紋的概念耶 欸好棒喔 這一次我要大推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有點會做噩夢 不過沒有關係我還是會大推它的 有點不好找喔 這一次 其實有顏色說真的我就 比較困難一點了 因為我顏色部分眼睛真的 不是很好 呵呵 我覺得留少欸 以為剛剛有這些地方嗎 你看我糾結一下我剛剛真的有這些地方嗎 被我抓到囉 可是這樣子說是就沒有辦法像之前一樣還給大家看 所以就只能拜託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話只能整片從頭看到我了 不然我沒有辦法 不過後面花紋也有機率的意思 我知道了 這個配色好amazing喔 沒有辦法看到我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尋規色這個是 沒有辦法 完全都沒有有可能嗎 後面花紋也有了 可能等一下要稍微翻一下後面花紋 欸 才剛講而已 欸這樣好好看喔 我先是凸出來的有些是花紋欸 這是蟹囉 我居然還差兩隻 啊有喔 欸這樣真的很好找欸 它本來沒有那麼的明確 我慢慢的看一下後面的花紋齁 還差一隻可怕的蝸牛 欸欸欸找到了找到了 哇喔 這一次的可能 只能從頭看到偉人欸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一次的作畫 蠻特別的就是從剛開始的 呃前面是黑白的 然後你黑白的找完那五十隻之後 它就會跳彩色 那彩色的部分你需要注意的點就是 它有一部分是直接藏在這個背景花紋內的 然後有一部分是突出來的 有一部分是藏在紋路 也是一樣花紋內就是 圖案的顏色內 所以這些都要注意 還蠻厲害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次的畫風的感覺 一樣是 呃蠻 蠻有一點幻想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克蘇五風格 比如說剛剛的 在黑白畫面的時候 克蘇五風格比較重 然後當它變彩色之後 就是奇幻的感覺比較重 然後 顏色配色我覺得是非常的鮮豔 而且它會變得帶有個人特色的感覺 很特別非常的特別 然後有些這張服 超級的克蘇五 但是沒有關係 我只是覺得它真的這一次的想法非常的厲害 很特別真的很特別 它這樣 它其實這一幅畫它 它全長沒有太長 我是說 呃這個畫布的長度不算太長 可是真的很帥 OK啦 那我們既然都找完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最後啦 這裡下一次是我們前部小時候要班 謝謝你們今天的觀看 謝謝